几乎是一夜之间 她的父亲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 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怖故事 围棋恐怖的故事发生在彩米油盐当中 才是真正的恐怖 曾经的父亲一去不复返 变成了不可理喻的陌生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不定时炸弹 忽然又爆炸了 读书让我们直面二次海莫镇 欢迎大家 欢迎来到读书 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远去的人 是一部纪实作品 翻开这本书呢 我就看到了一个让我挺震惊的场景 作者的父亲啊 做出了一件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看 一个雨中的深夜 电话铃声突然惊迫我寂静的创作 母亲又打电话向我求救 父亲发病了 他认定他的妻子在与他结婚之前就背叛了他 他欺骗了他一辈子 今晚他坚决要挖出他腐败的行为 他不让他睡觉 逼着他说出那些腐败的行径 电话那头的母亲 哭得已经泣不成声 挂了电话 我冲出家门 午夜 这个午夜 我必须要赶回七十公里以外的父母家 当我冲进家门的那一刻 我觉得 我再也忍受不了眼前这一幕了 我忍受不了父亲 无终生有无端涅造 于是我对着父亲发出了最残酷的叫嚣 为什么要这样折腾 为什么要胡思乱想 你把我的母亲说成是那样的女人 假如你不是我的父亲 我会和你拼命 拼命地揍你 因为你侮辱我的母亲 你侮辱她 就是在侮辱你自己 因为你娶了这么烂的一个老婆回来 你还让这么烂的老婆为你生了一对儿女 老了 七十岁了 想要起来翻旧账了是吗 好啊 还来得及 离婚吧 不要再和这个烂女人一起过日子了 我听到母亲 我听到母亲嚎啕大哭的声音从卧室传来 父亲沉默了 她抬起头 沮丧和悲哀的目光看向我 女儿啊 你是不是 觉得爸爸的脑子有问题啊 谢谢林林 其实呢 作者的父亲是患了阿尔茨海默症 也就是我们平常俗称的老年痴呆症 翻开书中 他有一个小小的统计 这个是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 2011年的公布的调查结果 全球是有3650万人患有这个症 每七秒钟就有一个人患上此病 平均生存期是5.9年 这是威胁老人健康的四大杀手之一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 父亲患了病之后 他就开始记日记 然后根据自己的日记 写下了这样的一本书 记录了患病之后 爸爸的悲苦和家人的辛劳 痛楚和无奈 我们现在呢 就请上作者薛书 有请 欢迎薛书 欢迎你 来请坐 薛书 说实话我读你这本书的时候 读得挺心惊胆战的 而且觉得特别残酷 家里的特别痛的事 你写出来是为什么 因为我平时是写小说 我是一个专业作家 然后在家里写小说 因为父亲病了之后呢 就是每时每刻 几乎都是要紧急救援 我妈妈一个电话打来 然后我飞车赶回浦东家里面 就是八十公里路 我就每天在这种 非常焦虑 非常繁忙 然后就根本没有 属于自己的时间的 一天过去后 留下一点点时间 就把我爸爸今天发生的事情 今天的病况记下来 其实我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一开始是这样的 刚才那个状况 是爸爸刚开始发病时候的情况吗 对 他一开始发病的时候 呈现出来的症状 就是脾气变坏了 他特别容易暴躁 然后又特别容易产生多疑 就是怀疑我妈妈 我妈妈那时候已经退休了 但是她还是在被一个酒店 聘去做财务工作 然后她会觉得 今天去上班去了 你明明五点钟应该下班的 你怎么还没到家 这时候她就开始会想象 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跟她说 你的老伴已经 已经六十岁多了 已经快七十了 不可能再这样了 但是她道理全明白 可是已经无法自控 我现在回想 她当时已经无法自控 我在想 可能她比较爱我妈妈 现在想来 她特别爱我妈妈 所以说 等到她生病了之后 她内心的一个 最本能的一个东西 不演示了 全表现出来了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 就是意识到 父亲是可能是有病了 刚才读到的那个场景 其实那个时候 你还没意识到 她是有这个病 我有点意识到了 有点意识到了 因为你还在跟父亲争嘛 我想通过这种方式 你为什么这样 是不是 我一开始 怀疑她是心理上 因为退休了 拿个退休工资 然后她希望自己 我妈妈还在外面 挣钱嘛 还在挣钱呢 她已经不挣钱了 没有价值感了 没有没有 不创造价值了 然后我跟我弟弟 说是不是 爸爸有心理问题 那我想通过 劝导 甚至有的时候 跟他吵一架 他会不会醒悟 或者说 这种心理的问题 解开一点 我还想 是不是可能是这样 刚才那个场景 念出来的那个 吵过之后 回过头 他好了 好了 他说女儿 是不是你觉得 我脑子真的有问题 我接下去回答的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 这么想妈妈的话 你的脑子真的有问题了 我觉得你 你不会有问题啊 所以说你不能这么想 我就这么说他 他就在那里说 我对不起你哦 我让你这么远过来 然后你又那么费钱 又那么费时间 你又很忙的 他一切显得很正常了 正常完了之后呢 我就走了 第二天 我打电话 我妈妈怎么样 昨天晚上好了 但是我一颗心 提着吊着 也就是说 过不了可能半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不定时炸弹 忽然又爆炸了 一个电话又来了 我真的是听到电话 铃响 那个时候 有一种就感觉 哦 这个又准备好 我要拿出钥匙来 赶紧开车 准备拿着 去救火了 就是这种事情 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之后 我觉得肯定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因为我父亲 的确不是那样子的人 这个之后的话 爸爸的这个病症 就是他是不是 又有新的一些反应 不仅仅只是说是怀疑 有一次 去看我外公 我开车回去 带上我爸爸妈 去看我外公 他们出小区的时候 我爸爸不小心 踢了一个石块 摔了一跤 晚上腿开始肿了 然后腿肿了一个礼拜 他在家里面 躺着沙发上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结束 掺他起来 他能走路了 趁他到家门外面 他慢慢地走到门外 看着这位 这个地方不错啊 这里不是我们家呀 我们家在哪儿 我忽然发现 他已经不认识 自己的家了 就这个一个星期 我跟他说 爸爸这个我们一楼 院子外面种的树 这棵桂花树是你种的 这棵桂花果树 也是你种的 好好好 这个地方是不错 是比我们家要好 不是我们家 他还是说 这个时候我发现 完全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 一个一个症状 就是我觉得已经确定 肯定是了 在你确认父亲 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那一刻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来不及太多的思考 我是什么心情 我们给予应付他都来不及 他不断地在制造那种状况 都制造什么状况呢 躺在家里吵闹啊 他觉得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的家 你们放我回去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 然后我的钱呢 我的工资卡呢 你为什么把我的工资卡 给藏起来了 阿尔茨海默症 最典型的两个症状 一个是怀疑老伴不忠 第二个是怀疑有人 这个这个看中他的钱财 他就是这两方面特别严重 我发现我爸身上都有 他当时已经 不认识我弟弟 我弟弟当时他发病的 以后回来过一次 他知道儿子要回来了很高兴 晚上等到很晚 他又瞌睡了 好 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看到我弟弟在客厅里用电脑 他就问我妈 用上海话说的 这家伙是谁啊 我妈说是儿子啊 他就说 我是有个儿子的 他说 但不是这个人 他说 我估计他的记忆当中的儿子 是一个小孩 而不是这么一个 一米八十多的一个大男人 我弟弟说 爸爸 你忘了 我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让他回忆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然后他在那里看着 非常敷衍地对他笑 啊 是有的 这个事情是有的 他还提防着他 他觉得这不是我的儿子 居然在回忆 跟我儿子小时候的事情 这是不是骗子啊 等一会儿我弟弟继续去干 他的那个电脑上的活 工作的时候 我妈进去了 是儿子啊 他给你花钱 那回来给你钱啊 买吃的东西给你啊 然后他在那里 思考了半天 思考哦 思考半天说 既然他来认了 那我们先认下来 但一定不能跟他 有经济上的往来 他还很聪明啊 这种警惕性很高啊 哎呦 就是说他觉得 我不能打草惊蛇 先表面上 把这个骗子敷衍住 然后跟我儿子说 千万不能有经济上的 一旦你想要 要他给你钱花啊 到时候你的钱 都被他骗走了呢 他可能有这样子的警惕心 哦 他这个时候 在用不健全的脑子 还在思考 这么复杂的问题 嗯 那实际上是 他那个脑子 好像有点像 往童年去了是吗 对 他不在当下 对 就像他 就像你说的 他可能 他印象中的儿子 是个小孩 对 有一次我 我那个出国访问回来 然后他在那里晚上 呃 睡不着嘛 我妈妈洗澡去了 他说 呃 睡不着 在那里叫 那像小孩一样 我说 哦 我有倒时差嘛 我在隔壁房间 我都不敢关门睡觉 我说 睡不着怎么办啊 他说睡不着 我说要不要讲故事啊 他说要 他说 然后我只能起来 我跑到隔壁 呃 说讲什么呢 他说讲故事 我说哦 讲他小时候都不是 其实这都是 他以前跟我们讲的 他小时候 怎么样去看电影 然后翻墙 然后 那个谁谁谁 翻过墙了 掉到粪坑里去了 然后 我说 我把这个故事 讲给他 他听 他听了 哎呀 你怎么知道 这是我小时候啊 他说 再讲一个 再讲一个 他说 这个时候多可爱啊 可是 这么可爱的老爸 你不知道背后 其实我把最可爱的 讲出来了 他背后 那么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 恐怖故事 有一个评论家 看了我这个 远去的人之后 对 他说这是一部 一部恐怖剧 为什么是恐怖剧 围起恐怖的故事 发生在 彩米油盐当中 才是真正的恐怖 是 所以我刚才上来 我就说 我觉得 我读完你的书之后 就两个字残酷 那这样的话 你那个时候 你妈妈还在上班呢 我妈妈因为她这个 从她不认识家开始 她辞掉那工作 我妈根本对付不了她 一个人照顾不了 吃喝拉撒一切 然后还要安抚情绪 等于我妈在家里 一分钟都不能离开她 因为一离开她 她可能就破坏活动开始了 水啊 煤气啊 还要破坏这些 她会开的呀 她到处弄啊 她已经不知道了 她不知道这个危险 她也不知道 这个是干嘛的 我妈妈一分钟都不能离开 那么买菜谁去呢 好 我叫一个阿姨 阿姨每天来 做点家务事 但是 我妈妈的负面情绪 也很严重啊 我必须得安抚她呢 她有没有过 走丢的情况 有这样子的就是 那个时候已经不太认识 我们家的人了 偶尔会认识 偶尔就不认识 就是说不准了啦 那有一次呢 我妈妈到门口去拿那个牛奶 拿进来 冰箱里一放 门一关 院门忘了锁 回头 老头不见了 老头不见了 几个房间一看都不在 跑到院子一看还不在 我妈急得都快要哭了 打开院门 这一看远远的 厉害啊 已经一百多米了 一个小小的 红色的点 紫红色的 我给她买的那个夹克 就是红色的 我妈赶紧追过去 追到离她 还有二十米的时候 我妈停住了 想 这老头看看她 能不能自己走回家 我在后面跟着 看着她 然后我妈就跟着 她就在小区里面 走啊走 走到底 没路走了 拐弯 走到底 又没路了 再拐弯 一路地在那里 往前走啊 走到围墙边 没路了 她低着头 站了一会儿 抬起头 东张西望 望了一下 对着那个围墙喊 上海话叫女儿 叫能 能啊 能啊 就叫你 就对着围墙喊 喊女儿 然后喊了几声 她继续站在那里 原地不动 她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妈妈上去 把她带回来 后来把 我妈妈把这个事情 学给我听 我眼泪就哗掉下来 我就在想 她这个时候 想到要喊女儿 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要喊 还想到要喊女儿 我跟我妈说 你千万得把门给锁好了 怎么样不能把她走丢了 如果她哪一天走出去 我们找不到她了 她在那里喊女儿的时候 我听不到 我看不到 她在外面饿死了 或者说迷路了 冻死了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跟我妈妈说 你一定得把门锁好了 不管她喊叫 你书里讲到 你有一个同事 你用的是W来带纸的 就是她的妈妈 就是走丢了 对 她的妈妈走丢了 然后她用了三年时间 一直在寻找妈妈 但是没有找到 太恐怖了 她觉得太自责了 家里遇到这样的病人的时候 我们作为子女 我们总是处于一种愧疚中 不知道为什么 当我要忙工作的时候 我没有时间去陪老人的时候 我愧疚 当我在外面要外事活动的 包括我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 我说妈妈 这个礼拜我要少一次回去看爸爸了 因为我到北京去一趟 我都有愧疚感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事情 父母肯定需要我们 问题是 父母也让我们时刻处于 自责 愧疚 然后觉得 生命怎么就那么不完美 或者说生命怎么就那么多量 让我觉得无可奈何的地方 那在刚刚发现父亲得病之后 你有没有想过要去治疗他 想啊 我们治疗了很多地方 我们去了很多医院 上海最好的医院 然后发现这是一个无解的答案 其实我先生也是搞生命科学研究的 还是比较前端的 但是这是一个 目前好像是没有可以特效的 可以治疗这个病的 那你 刚才说了 老爸找不到家门了 回不去家的时候 他都叫女儿啊 女儿啊 就是他跟你之间感情应该是很好 对 那么他在什么时候彻底不认识你了 其实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一开始的时候他会某一天 吵闹过完了 我我我我我我把他安抚好了 爸爸走了啊 再见好再见 拜拜 他经常说是拜拜 好拜拜 我转身走了 我妈妈和爸爸站在那个家门口看着我载走 后来我妈跟我说他问我妈 哎那个小姑娘是谁 他会这么问 他偶尔会这样慢慢的越来越多 到后来某一天就彻底就不认识我了 他叫我老板 他叫我老板 你知道的像我这样的人 你就不要把我关在这里了 我家里还有事情的 他总是觉得我们就说不认识的人 把他囚禁在一个不认识的地方 所以他很很恐惧 其实他身边是最亲的亲人 而且那个房子也是他自己亲其所有 对啊 医生的积蓄买了住了十几年的房子 对 都不认识了 对 最后你发现父亲不认识自己的时候 你心里会不会特别难过 其实我从一开始发现他不认识家的时候 有一种毛骨悚然惊悚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慢慢的慢慢的在接受 他一点点的忘记一点点忘记 我跟我妈说 早晚他会把我们全忘记的 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 忘记我们已经是不可怕了 最可怕的是什么 他就是忽然就发烧了 忽然就那个哪里不好了 这个时候要带他去看病 这件事情才是可怕的 为什么 所以说 为什么带他看病是可怕的 他不配合的 他觉得我们是在绑架他 他这个时候还有体力 带他去医院 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书上描写出来的那些浪漫 或者说那些生活表面之后的质疑 或者焦虑 比如说 当爸爸不认识我的时候 我有多悲哀吗 说实话 他抵不过我 在带他去看病的时候的那种焦虑 那种焦虑 生活的焦虑才是真正的焦虑 而我们再去思考生命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是矫情的吧 这个时候发现是矫情的吧 生活的问题真的是你先要解决掉 父母患上阿尔茨海默症 千万个家庭饱受折磨 我们都在处于这样子的一种分裂当中 他用日记记录下父亲患病的每一天 写着写着发现这是一个公共的问题 独远去的人 让我们直面 阿尔茨海默症 你刚才讲到的父亲 是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父亲 所以书里面也讲到了 以前的父亲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看 原来在父亲没有生病之前 在他还小的时候 他们的家庭是个什么样的家庭 我们家是多么有钱啊 这是一个当年叫做薛叔的少女 为着她有一个会赚钱的老爸 而发出的感叹 而另一个感慨 当年的我们家 是多么好的一个家呀 当年母亲是我们小镇上 最先进最时髦 最高科技的电商商店的负责人 按现在的话 就是商场经理 而父亲在六公里外的 县城一家国企上班 他并无一官半职 但是却很会赚钱 那时候的我们家 可是小镇上为数不多的 家里拥有着沙发 电视录音机的时髦家庭 在我童年和少年的回忆当中 父亲是无所不能的 他是我们家的水电工 木工油漆工 他还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 无论母亲我或者弟弟得了什么小毛小病 他都能用自己的办法给我们治好 在母亲的眼里 他似乎什么都会 什么都能解决 他头晕胃疼 鱼刺卡在了喉咙里 他去买菜的时候 不小心弄丢了钱包 他为着孩子出疹子发高烧 而一筹莫展 又或者 他为了占用公共楼道不均 而跟邻居发生口角 每当这些时候 他的丈夫总能出现在他的身边 为他想办法解决问题 刚才灵灵朗读的那一段 实际上就是你小的时候的家庭 能够感受到那种甜蜜和那种温暖 看看你的父亲多英俊 我爸是个帅哥 绝对的帅哥 你印象中的父亲是个怎么样的父亲 我父亲是比较开明的 对我和弟弟的教育 还有对妈妈也是非常关爱的那种 属于说这个老派男人当中 属于是开明的人 小时候可以花半年的工资 给我买一台首风琴 然后我们小时候 弟弟学画画 我学拉琴 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 歌唱得很好 我们子女喜欢的东西 他都会支持我们 我觉得我爸爸的这种病 可以把一个这么开明的 这么一个讲道理的 这样子的一个爸爸 变成一个就是说像一个暴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是很恐怖 记忆中的父亲是特别美好的 是 但是父亲患病 却给家里就刚才像你讲的就带来的那种非常强烈的那些悲苦 怎么来面对父亲的这个这种病呢 就你走过来这么远 你自己的感受 应该怎么来面对 其实这是一个难题 我觉得 我有加入了一个 就是二字海默症家属的QQ群 都是父母啊 公公婆婆啊 爷爷奶奶啊 患这个病的家属 这个一个群里面就有八千多个上万个 朋友问朋友这么加进来的 然后这些人 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在经历跟我一样的折磨 今天我妈妈 我打我妈妈了 因为她在吃饭的时候 把我的 把我喂她的勺子打掉 还把饭抓了 到处乱撒 我就把我妈妈的手抓过来 打了几下 然后非常非常自责这个这个孩子 就在QQ群里面告诉大家 我我我该死 我打了我妈 他这么讲 还有一个也是 我爸爸今天刚给他带过上个厕所 他又把尿撒在房间里了 我就给他换裤子的时候 就打他屁股了 然后他在自己在那里 没法没法就交代 给自己交代 我居然打我爸爸 我们都在处于这样子的一种分裂当中 一边在做做这些努力 一边在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然后有这样的例子 有一个有一个年轻人 他的妈妈呢就是得了这个病 但是他一个人照顾妈妈 没有人帮他照顾 他的钱也不足以能够让他 可以请一个全天后的护工 来关照这个妈妈 他又觉得关在家里面要闯祸的 然后他就跟小区的保安说 千万不要让他走出去 只让他在小区里面走就行了 然后这个妈妈就在到处的小区 白天就在小区里面逛啊 乱走啊 等到他下班晚上回来 把他找回家 每天鞋子脱下来 指甲脚指甲都是紫色的 踢坏了都 乱走 你能说这个孩子不孝顺吗 他无能为力 然后只有我们这些 有共同经历的家属 才能坐在一起相互安慰 抱团取暖 告诉我们挨过去吧 这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 或者说我们以前一直还是在做孩子 从现在开始父母病了的时候 我们开始做父母了 我们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然后挨过去 那些得了抑郁症的 那些为了顾父母顾不上自己的小家庭 而离婚的 那些辞了职 自己没有事业了的 失去了自己生活的人 我单位里的同事 因为要照顾妈妈 姐妹两个 就一个辞职 完全照顾妈 可是未来 哪有那么多子女来跟你调剂啊 我跟我弟弟弟弟在海南工作 所以我像一个 等到咱们姥姥的时候 对 谁来陪伴 我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其实你写这本书 从某种意义上 也是在自己 疏解自己的内心的这种纠结 因为最后是无解的 对 就是写书的目的 一个是就是说 我是从宣泄开始 然后写着写着 发现这是一个公共的问题 或者说很多人都在经历的问题 在这种状态下的话 就是连这个公益广告 都有关于这个 二次海默症的这种广告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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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啊 我 我是你儿子 我没带钥匙 我 我不认识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爸的记性啊 就越来越差 冰箱在哪儿 厕所在哪儿 他刚刚做过的事 他都忘了 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 有时候走到门口 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 有天中午 我带他到餐厅吃饭 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 还有两个饺子 他竟然用手 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爸 你干嘛呀 你猜我爸怎么说 这是留给我儿子的 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学书看这个广告 您什么感觉 我不太愿意看这种广告 因为等于去多一次体验 我一个体验够了 我有这种感觉 当然很多人需要看 我觉得大不了解的人 还是需要看 我天天经历 就像您的书一样 让不了解也能够 多了解一下 对对对 所以当家人有患了 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 我们也期待着 听到一些更专业的建议和意见 所以今天我们特地 把协和医院神经科大夫 毛大夫请来了 2015年 全球阿尔茨海默症报告显示 仅2015年一年 就有约1000万老年痴呆症 新增病例 相当于每分钟约19人 罹患老年痴呆症 中国已是老年痴呆症大国 万千家庭应该如何应对 不要走开 听听医生怎么说 有请 毛陈辉先生 欢迎 请坐 马大夫 马大夫刚才应该是全程听完我们聊 薛叔的爸爸 对对对对 你觉得薛叔的爸爸 他是不是比较典型的 这样的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症状 对 刚才薛叔老师也总结的很经典 两条经典症状 一个是怀疑老伴外遇 一个是怀疑前辈头 当然出现这样子的症状 其实大部分人这个病 已经是处于中晚期 它不是一个早期的一个 那早期有什么症状呢 绝大多数都是记忆的问题 这种记忆的问题 都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非常非常 常在生活细节中的 除非你特别有心 或者说家里人特别特别观察 才能观察得到 很多人他会有掩饰 他会去虚构 他忘了这件事 他会虚构出来 让你这个完全不知道的人 以为全是真的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发现 所以早期的这种记忆减退 是非常非常隐匿的 还有一些人表现 不一定是记忆的问题 他可以有突出的 理解语言的能力 这些减退 语言能力减退 对 他听不懂你说的话 或者说他想说的话 他没有办法正确地表达出来 因为老年人很多 有听力的问题 耳朵不好 会装作他听不见 其实这个时候 他是听不懂 他不是听不见 这个时候他已经 也是有问题了 所以就是总的来说 早期发现 他可以非常引力 一定要非常有心 非常有这个弦 才能去发现 那么早期发现 有什么价值呢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无法阻止的过程 你早发现有什么用 现在从医学上来说 当然首先是不能 不能治愈 不能治愈 这是肯定的 但是早期的发现 早期的通过 现在的药物的治疗 还有一些其他 除了药物以外的 一些照料 这些治疗以后 还是能够明显地 延缓这个发展的速度的 这是对于病人来说 但是干预 另一方面很大的意义 就是刚才讲的 对家庭 对照料者的负担 会有明显地减少 能够减少这些 爆发性的这些行为 这些精神症状 给照料的人 减少很多的负担 那么其实我们刚才 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 就是作为家人 该怎么来面对 患病的亲人 我们该怎么来做 这个就是 总结起来应该说 可以分两条吧 第一条就是 首先要把他当成病人 肯定是不能接触 水电煤气 还有小孩 千万不能让这个患者 看小孩 还不能接触小孩 可以接触 但是不能让他 就是带小孩 因为他是完全没有 判断危险啊 什么这些能力的 另外把他当成病人呢 就是说要在 针对他的症状 包括这个 家里的环境啊 尽量不要 轻易地改变环境 家里的这个路啊 都宽敞一点 东西摆放 不要那么复杂 还有那些开门啊 什么这些用具 生活用具 都尽量都简洁化 让他就很熟悉 另外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用一些 写一些纸条啊 就贴在那提示 保证他对这些东西 他都能用 这样子呢 他会增强自己的自信心 他要会发现 这个东西 变来变去 他自己都记不住 然后到时候 就会乱 自己就没有自信了 这样子他会 对他本身的 我们叫认知功能的 保留是有害的 另一方面 这些因素 也常常是导致 他出现这些 所谓的爆发 就是出现 精神症状的一个原因 那么实际上 刚才薛书提到了 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就是这种陪伴 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如果他已经丧失了 所有的记忆 那么这个时候 还一定要家人 对他来陪伴吗 这个还有意义吗 所有的这个认知功能的 这种减退啊 都不是全部的 而且也不是就是固定的 我们叫是波动的 他就是刚才说的 有一天认识 有一天不认识 所以家里人 他有这个基因 和这个长期的生活的 这个积累在里边 他肯定是跟外人 他肯定是更亲近一些的 这种老人 他通常很常见的 他就是一个恐惧 害怕出门 害怕接触外人 甚至有的人会害怕黑暗 都是特别常见的 我们那个精神症状的一个 特别最常见的 叫日落现象 老年人白天挺好 一到晚上 太阳下山以后 天黑了 就开始不安 烦躁 甚至有的人就开始闹 打人骂人什么的 这都是他 其实是觉得自己不安全 觉得自己那个恐惧 所以他出来这些症状 所以家里人呢 对他来说 是他的一个安慰 虽然他有可能 有些时候就不认识 但是我们还是鼓励 尤其是西方人 欧美他们鼓励 每天要尽量多地去拥抱他 给他一些 除了一些语言上 还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接触 拥抱 握手 拉着手 对他来说 都能起到安抚他情绪的作用 第一部分是把他当成病人 第二部分是 不要把他当成病人 不要把他当成病人的意思就是说 尽量地让他去融入你正常的生活 只要他还稳定的时候 带他出去旅游 带他出去看电影 买东西的时候带上他 带他出去运动锻炼 就是让他有一个规律的 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这样子对他的认知功能的减退 保留是有好处的 就是他减退会更慢 所以是双方面的 明白 我觉得上了一定年龄 可能都得要担心 我自己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想问您的是 就是说有没有能够预防的办法 日常生活里面 对 就是要是说完全预防 这种方法现在可能还是没有 它还是有一些的基因的遗传的成分的 那它不是遗传病 但是遗传肯定是在里面占一部分的作用 其他能够预防的呢 主要还是一些生活方式 就是刚才说的 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 尤其是退了休以后的 这些将要进入老年的这些人 一个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要有 所谓体力劳动就是 家里的做家务 买菜做饭 这些事都要参与 然后体育锻炼 健康的体育锻炼 它对脑子是一个兴奋作用 另外脑力劳动就是 可以尝试去上上老年大学 学一些新的东西 甚至说玩那个一些麻将啊 排啊这些就比较 比较费脑子的事 它都是只要做 总是比不做要好 脑子闲在哪儿 肯定是不好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跟那个痴呆发病相关的 生活方式的问题 其实是跟心脑血管是一样的 我们认为心脑血管 发病的危险因素 吸烟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 肥胖 这些因素 同样也是 二次海默病的危险因素 有这些因素的人 发生二次海默病的几率 也是高的 这个呢 现在研究的也越来越多 因为这些因素 是比较好干预的 好像近些年 这个二次海默症的发病率 在逐渐地在提升 我记得原来好像没那么多 这是在中国 在中国 在中国是这样是吗 在国外其实已经开始下降了 其实主要一个方面是老龄化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问题 就是刚才说的心脑血管病 这些高发病 高危因素 高血压 糖尿病 这在中国目前都是还在上升 还在上升 我在想 比方说像父亲得了病之后 薛书写了日记 最终出了这本书 其实也是在为你自己做事情 其实也是在为父亲做事情 似乎是因为通过你的书 你也留下了父亲的样貌 留下了父亲他的故事 他自己抹掉了那些记忆 而这些东西你给他留在了这本书中 所以我们那个我们王安逸老师 在给我写那个推荐语的时候 他就是说用我的记忆 挽留你的记忆 其实就是说用我的记忆 来挽留我父亲的记忆 他其实自己一点都不记忆了 我替他记得 你替他记得 所以我就在想 我翻看你这书的时候 老想着龙印台写的 他说那个父母子女一场 就是目送对方的背影 渐行渐远 这个和你的标题 其实是有一种一曲同工的味道 我们能怎么来目送他远去呢 我觉得就是在他还很清楚 还能接受你的爱的时候 多给他一些爱 那即使他将来他患病了 他都不认识你了 我们期待就是那种爱的感觉 还能留在他的心里面 今天非常感谢薛叔来到现场 也谢谢我们的毛大夫 谢谢你们 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到此 来的观众朋友 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不要再让你变浪漫 我愿有我一切 还你岁月长留 一生要想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不足道的关心 收下吧 谢谢你做的一切 双手撑起我们的家 总是接近所有 把最好的给我 我是你的骄傲吗 还在为我而担心吗 一千挂的孩子啊 长大了